我兒子跟他同學 到家裡來玩 然後就算是一個茶几嘛 那茶几就是 剛剛那個豹紋茶几有沒有 他們兩個在一個人坐一邊 然後在聊天 趴在那邊聊天 然後我不相信 因為他們居然認為說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中間點那個精油 那個精油已經燒起來 燒到很大了 他們兩個完全不管 他要覺得說 他們就覺得說 我媽應該是這樣燒精油的 你知道 眼鏡那個Program 已經燒一大塊了 那個精油燒了 然後我就吵大一個火 我一進來我嚇到 他們兩個那麼有個忽異的意思喔 就說可能我媽就是這樣燒的啊 沒關係 他們很習慣 對 我現在的豹紋桌子 已經燒了一個大洞 對 菁姐是有名的糊塗袋 NO 不是 其實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有智慧 很精明 精明 有智... 真的 從哪一點看得出來 你看不出來嗎 真的啊 舉個你精明的例子 譬如說全世界大家 包括你們在內 一定都會上網對不對 對 你看每個人花這麼多時間 在上網 你們都會的事情 我絕對不會去學 你們都會了 我怎麼還去學 大家都做同樣的事情幹嘛 對 包容的 你要去學那個 大家都不會的 對 例如 例如 因為我會幫你嘛 對 可是你也不能說接電話 把那個電磁殼 大概當那個耳機啊 聽筒 不是電磁殼 是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蓋子 蓋子 對啊 什麼意思啊 就是以前我用的那天手機 是用蓋子的嘛 那我去南部作秀的時候 剛好碰到一堆藝人 他們用眼睛都是這樣看我 因為那蓋子剛好突然間斷了 那我電話來了 我就直接這樣接嘛 那因為通了 跟對方講通了 所以我就一直講 因為他也是在講 我也在講啊 所以每一個藝人都這樣 後來高雄我來的時候 當你不說他們就說 B姐 借我看一下好炫喔 這哪一牌子的手機 怎麼用這樣講呢 後來那一牌子一看就說 這只是蓋子耶 B姐 這只是蓋子 我才知道那是蓋子 我一直以為那個是 對 例如是他這樣打開的 結果他這邊斷掉 對... 然後變兩個分離式的 對 然後就開始這樣 喂 妳這樣 還可以對話 怎麼不你可以試試看啊 不... 不能把它折斷 不行... 而且啊 我覺得最棒的 我不是我笨 你知道後來那個消息出來啊 居然有人去那個 問 電話...通訊材料 去說 我要買B姐用的那一支手機 分離式的 你看 妳說手機是應該 找我做代言 因為我 我會用的手機 表示它超棒的 連妳都會用 還有什麼人不會用 對 今天這個照片是 看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這照片是誰啊 我啊 看一下... 豹文女王啊 因為他們要叫我帶豹文來 那麼多 B姐 妳為什麼這麼喜歡豹文 我也不知道 妳會不會覺得妳上輩子是豹 可能 超愛的 我請問 這張照片妳在哪裡 我沒有 我以為妳是... 妳真在這裡面 你知道嗎 那個是我一個小的冰箱 冰箱的門是豹文的啊 對 全部 我以為妳是拿一塊布把它蓋住 沒有 這太幸運了 我最怕很多人說 好酷喔 我收集豹文 那就是買一塊那種 很便宜的豹文布 然後一鋪就說他收集豹文 最恨這種人了 這個冰箱是訂做的嗎 當然 就是本來就是冰箱 對... 然後我會請我的師傅幫我做 烤漆烤成這樣 不是 就是要把它編到很漂亮 是皮嗎 然後這豹文布我都從國外進來 就是說它的毛啊什麼 都是很棒的 好用心喔 因為豹文有分好不好 因為像我今天沒有辦法帶來 因為我收集很多像豹文 一流的那種豹文的杯子 從喝水的 喝 wine的 喝香檳的 很漂亮的豹文杯 而且我知道畢利潔有一次很生氣 因為大家知道他很喜歡豹文對不對 只要看到文錄的東西就說 畢利潔這送給你 這豹文耶 然後有一次就有一個 另外一個藝人就拿給他 要送給他 畢利潔說 你以為我真的很笨嗎 爆茶機 爆台燈 對 爆沙發 只有一小部分而已啦 真的 因為這種東西沒辦法扛而已 你從幾歲的時候開始就收集 十 差不多十年有了 對 像我連衛生紙都爆紋的 就是那種T恤 就是那種真的是 就是很漂亮的爆紋紙 然後我的餐桌紙也是爆紋的 如果用完了你... 就是去出國的時候我就會買啊 只用爆紋的 任何東西 你的世界裡就是爆紋 你想得出來的 比如CD CD的盒子啊 照片 照相本啊 睡衣是基本款啊 床單啊 我告訴你 連衛生棉都爆紋的 這個我還沒有搞到 真的嗎 真的很厲害 好不好 你知道嗎 我最近就是我的爆紋 雨傘被偷掉了 雨傘啊 對 你知道我能夠用得到的 我通通都有 我已經蒐集不得了 真的 我覺得都沒有我這麼多 如果說你今天開車的話 你會把你的車烤成爆紋 你在開玩笑 我的整個車子裡面 都是爆紋的 因為車子裡面可以啦 外面的話可能就違反規定 有沒有想過要把它烤成... 沒有 那個不好看 不好看 好不好看也很重要 當然 是... 不過你還是小心一點 以後點金油 不要把桌子燒了 等一下 什麼事啊 什麼事情 不是啊 因為有一次啊 我兒子跟他同學到家裡來玩啊 然後就算是一個茶雞嘛 那茶雞就是 剛剛那個爆紋茶雞有沒有 他們兩個一個人坐一邊 然後在聊天 趴在那邊聊天 那我不相信耶 因為他們居然認為說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中間點那個金油 那個金油已經燒起來 燒到很大了 他們兩個完全不管它 他們就覺得說 他們就覺得說 我媽應該是這樣燒金油的 你知道我緊進那個桌子 已經燒到一大塊了 那個金油燒得好大一個火 我一進來我嚇到 他們兩個就撲滅的意思喔 就說可能我媽就是這樣燒的 不會啦 你... 他們很習慣你會這樣燒的 對 我現在的爆紋桌子 已經燒了一個大洞 一個洞 對 沒有撲滅的意思 沒有 讓它燒 對 我媽就這樣子 正 我就是希望能夠很健康 所以你每天就是 只要去散散步 走走路 多吃一點蔬菜水果 然後早上起來就是拍 拍打 拍打 肚子啊 這樣不會有素便 然後拍打全身 把那個精脈打通 就是打就好了 就像這樣嗎 對 全身打嗎 對 全身打 對... 每天早上去公園有沒有 走一走有沒有 蔡惟姐 熱身了 走完了以後就開始在那邊這樣 噼哩啦... 對 要站起來示範 教教我們好不好 沒有 很容易啊 你就是起來 早上起來以後啊 你就這樣 這樣打 就先這樣打 把精脈打通 然後臉也可以打 臉很小 會小 消水一種 真的假的 就這樣打啊 對啊 然後你... 像我啊 因為我比較懶惰 我一看電視我就開始按肚子 就是把手放在肚子中間 開始按 讓它蠕動 讓它蠕動 然後會去素便 然後我就是... 因為我很愛看電視 所以按完這個呢 我就會按頭頂 對 天頂這裡啊 你就按每一個頭頂 這樣你會安神 然後壓力不會那麼大 真的喔 對 而且睡得比較好 這一招一定要大家要知道 對... 然後沒事就把耳朵拉一拉... 這邊這邊都是精脈 小 делают 烈天大的 1個 斃燒 2個 2個